中港地产股齐齐嵩,拖累恒指一度急错过千点。据路透上周五报道,北京官员最近接见香港主要地产商时,向他们提出了新任务,要求他们将资源和影响力用于支持北京的利益,并帮助解决可能破坏社会稳定的房屋短缺问题。 这个消息当日还被当成流料一则,自昨天大市财反映出来,内地政府近月来一连串的大规模改革早已打破常规。 由补习到打机,各行各业深入管控,有什么不可能,不计内地的改革,就是本月有关澳门倒业的咨询文件,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变化。 当金沙中国01928,永利澳门01128都可以单日跌三成。 再直插无水花,市场应该要更开放地思考还有什么可能发生。 香港地产市场长期情寡头垄断,几家大型发展商占据大部分大型发展项目,是存在一定价格扭曲,但当中也有品牌分野。 新地00016楼质数有保证,就早已深入民心。 小型发展商没那么好质数的楼盘,价格都要便宜一点。 寡头垄断,不是单单左右市场价格,还对楼市供应有一定影响。 某本地地产商就被指长期累积新界农地,坐地而不起楼。 按市场游戏规则,当然有权亦都可以这么做,但在新游戏规则之下,地产商要有新思维。 捐地、建廉价房都是可以考虑的方案。 高楼价是香港长期存在的问题,却不是香港独有。 新冠肺炎疫情趋稳定后,全球楼市都在猛涨。 现在高楼价情况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纽西兰等发达国家已成社会问题。 在亚洲,南韩楼市急声也令民众尤其年轻一代不满。 政府要严阵以待。 市场数据显示,纽西兰楼价达到了新的里程碑。 全国平均房产价值首次升抵100万纽西兰元。 至于其他主要城市,不管是澳洲悉尼和墨尔本, 还是新加坡和首尔等。 自今年初以来楼价正一路向上。 以新加坡为例。 房地产网站Property Guru数据显示, 今年1月至7月新加坡中心区3至4房单位的销售价格中值 已经接近250万美元。 南韩首尔也是亚太地区楼价最高的城市之一。 习住宅和商业于一体的办公式公寓深受单身一族欢迎。 今年上半年的价格按年上涨8%同时。 大型单位的价格更按年标31%。 分析师表示,全球楼价正以1975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快速度上涨。 亚洲最大房产科技公司居外IQI最新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房价报告显示, 在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的一年中。 特别是在欧洲、亚太等地区的许多国家, 以及美国和加拿大, 楼价以双位数上涨已成常态。 这一波楼市涨上升的规模前所未有。 低利率、货币宽松及许多国家的大规模政府刺激措施是主要原因。 预金公布住房统计数据的全球56个市场中, 有43个市场的实际楼价,即根据通货膨胀调整的价格,上升。 这些国家楼房涨价并非外来而前推动。 而是疫情之下多国都实施不同程度的封锁。 家想组已经采取针对外国人买楼的限制措施。 内因动力强过外因。 随着全球供应链面临压力。 建筑库存出现萎缩、钢铁、木材和铜等材料的成本迅速上升。 也放大了住宅库存供需失衡情况。 高楼价似乎已成为疫情后全球经济的一大后为证。 引起多国决策层的关注。 在加拿大,楼价成为各政党竞选议题之一。 总理道老多承诺将限制海外买家入市。 更令人忧虑的是, 高楼价的南韩已经开启了加息之旅。 8月26日, 南韩央行把基准利率上调0.25厘, 升至0.75厘。 这是三年来南韩央行首次加息。 目前当地货币政策重点已从支持经济转向压制债务驱动的资产泡沫。 南韩此次上调基准利率主要是因为消费需求上升。 房地产市场过热及家庭负债标, 带来通胀压力升温。 加支出口反弹带动了经济强劲復甦。 在纽西兰。 经济增长超预期。 通胀率也随之向上。 市场普遍预计。 10月纽西兰央行议息会议将采取8月未采取的措施。 加息0.25厘甚至0.5厘。 加拿大央行对上一次会议已表明。 加息是可行的政策方向。 高楼价带来严重社会问题。 包括租楼成本更高昂。 居民债务负担沉重。 在西方民主国家。 即使市场主导, 都不是任由楼市狂升。 德国。 日本就有严格的租务及市场管制。 稳定楼价。 以上西方国家。 也十分重视选票。 用人为首发为楼市降温。 相信迟早都会出现。